作者 愤怒的香蕉 主播 俱武巴雅居 人生来取显得热闹 花夏军总政治部附近 一所种有两棵山茶树的运落 是宁义惯常办公的地点所在 事务繁忙时 难有早归的日子 十月里 花夏军攻下成都后 已经进入暂时的 修整和巩固阶段 这一天 韩景自前方归来 白日里开会 晚上又过来与宁义碰头 韩景原本便是青木寨 几个当家中 在领军上最出色的一人 融入花夏军后 如今是第五军第一师的师长 这次过来 首先与宁义说起的 却是宁义在军中 已经完全适应了的事 眼下已是建树九年 宁义与家人 孩子重聚后 相处也已有一年多的时间 天下局势混乱 小孩子 大都摔摔打打 并不娇气 在宁义与家人 相对随和的相处中 父子 父女间的感情 总算没有因为 长时间的分离而断开 张子宁习如今十四 已快十五岁了 年初时 宁义为她与敏初一 定下一门亲事 而且宁习正在责任感的趋势下 学习父亲安排的各种树里 神文知识 其实宁义倒无所谓 子称父业地将她培养成接班人 但眼下的氛围如此 孩子又有动力 宁义便也乐得让她接触各种树里化 历史政治之类的教育 张子并不让人操太多的心 四次宁习 今年快十二了 却是颇让宁义头疼 自从来到武朝 宁义心心念念地想要成为武林高手 而尽成就有限 小宁义自小千功有礼 文质彬彬 比宁习更像个书生 却不料天赋和兴趣都在武艺上 宁义未能从小练功 宁义从小有红蹄 西瓜 杜沙这些老师教导 过了十岁的当口 基础却已经打下了 然而要在武艺上有剑术 却不是有个好师傅就能办到的事 红蹄 西瓜 杜沙 乃至于苗疆的陈凡等人 哪一个都是在一次次生死关头 历练过来 侥幸未死才有得提高 当父母的 哪里舍得自己的孩子跑去生死搏杀 对宁义而言 一方面希望自己的孩子们 都有自保能力 从小让他们练习武艺 至少身强体壮也好 另一方面却并不赞成孩子真的往武艺上发展过去 道德如今对于宁忌的安排就成了一个难题 也是他与孩子们久别重逢 得以忘形 一开始吹嘘自己武艺天下第一 跟周同败过靶子 对林宗武不屑一顾 后来又与西瓜打打闹闹 他为了宣传又编了好几套武侠 坚定了小宁忌继承天下第一的念头 十一岁的年纪里 那家宫打下了基础 骨骼渐渐趋于稳定 看来虽然清秀 但是个子已经开始窜勾 再稳固几年 估计就要超越月云 月盈平两个宁义 见过的同辈孩子 宁忌是宁义与云竹的孩子 继承了母亲清秀的面貌 志向鉴定后 宁义纠结了好一阵 终究还是选择了 尽量开明地支持他 华夏军中武风道也兴盛 即便是少年人 偶尔百类放队也是寻常 宁忌时常参与 这时候 对手放水练不成真功夫 若不放水 就要打得头破血流 一向支持宁义的云竹 甚至因此跟宁义哭过两次 几乎要以母亲的身份 出来反对宁忌的习武 宁义与红蹄西瓜商量了许多次 终于决定将宁忌扔到 华夏军的军医队中帮忙 习武可以 先去学会智商 这也是几个家长的用心良苦 习武难免面对生死 军医队中所见识的残酷与战场类似 许多时候 那其中的痛苦与无奈还悠悠过之 宁义便不止一次地带着家中的孩子 去军医队中帮忙 一方面是为了宣扬英雄的可贵 另一方面 也是让这些孩子提前见识事情的残酷 这期间 即便是最为有爱心 喜欢帮人的文文 也是每一次都被吓得哇哇大哭 回去之后还得做噩梦 休养生息期间 军医队中收治的伤员还并不多 带到华夏军与蒙山泥族正式开战 而后兵出成都平云 军医队中所见 便成了真正的修罗场 数万乃至数十万军队的队撞中 再精锐的军队也免不了伤亡 纵然前线一路捷报 军医们面对的仍旧是大量的血淋淋的伤者 头破血流 残肢断腿 甚至于身体被劈开 渡场横流的士兵在生死之间哀嚎与挣扎 能够给人的便是无法言喻的精神冲击 然而这些也就是勇于奋战的英雄 将十一岁的孩子扔在这样的环境里 是最为残忍的成长方法 但这也是唯一能够取代生死历练 相对温和的选择了 如果能够知难而退 自然也好 若是撑下来了 想成人上人 原本也就得去吃这苦中苦 那就让他走下去 要说你这历练的想法 我自然也明白 但是对小孩子很成这样 我是不太敢 家里的婆娘也不让 好在二少这孩子够争气 这才十一岁 就在一群伤兵里跑来跑去 对人也好 我手下的兵都喜欢他 我看呢 这样下去 二少以后 要当将军 在房间里坐下 闲聊之后 谈起宁记 寒静颇为赞赏 宁记给他倒上茶水 坐下时 却是叹了口气 能有其他办法 谁会让小孩子受这个罪 但是没办法呀 世道不太平 他们也不是什么 好人家的孩子 我在便凉的时候 一个月就要遭好几次刺杀 如今则更加麻烦了 一帮孩子吧 你不能把他们整天 关在家里 得让他们见世面 得让他们 有照顾自己的能力 以前杀个皇帝都无所谓 如今想着 哪个孩子 哪天夭折了 心里难受 不知怎么跟他们母亲交代 也不用这样 是做了心里准备的 宁毅顿了顿 随后笑笑 也是我嘴贱了 不然宁记不会想去当什么武林高手 就算成了大宗师又有什么用 未来不是陆林的时代 其实 根本就没有过陆林的时代 先不说未成宗师 半路优者的概念 就算成了周同 又能怎么样 将来搞搞体育 要不然去唱戏 神经病 他话说得刻薄 韩静忍不住也笑了起来 宁毅拿着茶杯 像喝酒一般 与他碰了碰 小孩子 恒大哥不要叫他什么二少 顽固子弟是早死之相 最珍贵的还是任性 一开始让他跟着军医队的时候 每天晚上做噩梦 饭都吃不下 不到一个月也没有叫苦 熬过来了 又开始恋我 小孩子能有这种任性 我不能拦他 不过 我一开始暗示他 将来是火枪的时代 想要不受伤 多跟着宇文飞度 请教剑法和枪法吗 他倒好 军医队里混酒了 死缠烂打的 要跟小黑 请教什么十三太保 横连金钟罩 本来他就是我家 最帅气的孩子 这下要被糟蹋了 我都不知道 怎么跟云竹交代 韩静也笑 十三太保宫内外兼修 也还是不错的 什么内外兼修 你看小黑那个样子 丑死了 宁义随口叹气 但笑容之中 多少还是有着小孩子 能够坚持下来的欣慰感 过的片刻 两人从军医队 聊到了前线 攻下成都后 华夏军待命正休 一切维持战时状态 但短时期内 不做攻打紫州的计划 封锁边界 巩固防线 先将占领区的户籍 物资统计都做好 律法队已经过去了 接下来就是清理羁押的旧案 先打一批市面上 引起明确的恶霸 把秩序维持一段时间 等这个过程过去以后 大家互相适应了 再放开人口和商贸的流通 走的人应该会少很多 行文上说 我们说是要打到紫州 所以紫州就先不打了 维持军事行动的主动性 要考虑到师处有名 只要紫州还在 我们出兵的过程就不算完 这样要应对对方的出派 就会更灵活 以挥舍促和谈 如果真能逼出一场谈判来 比紫州要值钱 我虽然不懂武朝那些官 不过谈判的可能性不大吧 是不大 宁义笑着点了点头 不过只要紫州还在他们手里 就有大量的利益的相关人 会去劝朝廷不要放弃西南 会去指责丢了西南的人 会把那些朝堂上的大官 搞得焦头烂合 但紫州一旦一手 局势已定的时候 这些人说的话也就没什么价值了 所以先放放 局势这么乱 明年再拿下也不迟 宁义一边说 一边越寒静 看着房间一侧墙壁上 那巨大的武朝地图 大量的信息 化作了一面面的旗帜 与一道道的箭头 密密麻麻地呈现在地图之上 西南的战火矜持一余 真正复杂的还是长江以北 黄河以北的动作与对抗 大明府的附近 代表金人黄色旗帜 密密麻麻地插成一个小树林 这是身在前线的寒静 也不免牵挂着的战局 宗府宗毕九月开始攻大明府 一月有余大战会国 如今女真军队的主力 已经开始南下渡黄河 负责后勤的完颜昌 率三万余女真精坠 连同李系之 云霞区搜罗的二十余万汉军 继续围困大明 看来是做好了长期围城的打算 而最新的一些讯息 则反映在与东路相对应的中原西线上 在王俱云的兴兵之后 晋王田时御驾亲征 近期大军以玉石俱焚之势 冲向月夜门关而来的宗汉大军 这是中原之地突然爆发的最为强势 也最令人震撼的一次反抗 韩靖对此心有疑惑 开口跟宁义询问起来 宁义便也点头做出了确认 中原靖王方向的消息 是由负责与楼书万联系的竹记掌柜 展武亲自传递过来 随着天使的动身 靖王挥下陆陆续续动员的军队 多达百万之中 这是天护十余年间攒下的家当 而随着大军的出动 这一片地方政治圈下的斗争 也陡然变得激烈起来 抗奸的口号虽然激航 但不愿意在金人铁蹄下搭上性命的人也有不少 这些人随之动了起来 大军出动的那天 靖王地盘内全面开始戒淫 第二日 当初支持了天使叛乱的极老之一等 袁镇侠便偷偷派出使者 北上试图接触东陆军的完颜西隐 当天早已背下人手的楼书碗率兵杀入袁家 一整个大家族被悉数下狱 第三日便于威圣城中将袁家老小满门抄斩 与此同时 朝堂军队体系中 但凡与袁家有关联者被下狱无数 区区几日内 威圣城中砍下的人头便可以铸起了一座金棍 这等凶残暴裂的手段出自一个女子之手 就连见惯世面的战武都为之心计 女真的军队还位置太远 整个靖王的地盘已经化作了一片肃杀的修罗场了 黄河以北这样紧张的局面也是其来有刺的 十余年的休养生息 靖王地盘能够聚起百万之兵然后进行反抗 固然让一些汉人热血澎湃 然而他们亲眼面对的 是曾经与完颜阿古达并肩作战 若今统治金国半壁江山的女真军神 完颜宗汉 反观靖王地盘 除了本身的百万大军 往西是已经被女真人杀得渺无人烟的西北 往东 大明府的反抗 即便加上注标的华夏军 不过区区五六万人 往南渡黄河还要越过汴梁城 以及此时实际上还在女真手中的近千里路途 才能抵达实际上有五朝掌握的长江流域 百万大军面对着完颜宗汉 实际上也就是一支千里无缘的孤军 所有人都在拿自己的性命做出选择 预知后世如何 欢迎继续收听 坠续第八百七十集 坠续 作者 愤怒的香蕉 演播人 俱武巴雅居 演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